男人撞死一头猪 结果被抓去和猪配 起初男人还以为是和养猪妹结婚 没想到农场主竟然牵来了一群发情的母猪 原来男人回家是车速太独 当时没杀手接壮 贵旧的他没有逃跑而是找到了农场 没想到养猪妹没有让他赔钱 反而给他倒了杯酒 此时男人也没想太多 一口就喝光了所有的酒 结果再次睁眼发现自己被扒光锁在了猪圈 这时养猪妹提了两腿猪饲料 说是男人的晚餐 男人很是不解 一旁的农场主告诉他 因为他撞死了他们农场的主 所以以后他就要带去主 帮自己农场繁衍后来 能生下一头猪就放他走 男人当然不干 一脚就看他的饲料 农场主见状提起棍子就被他掉下 等到半夜 突然男人闻到了一股肉像 他顺着声音看见 发现了牛排红酒还有水果 他刚要去拿 突然一头堵猪 他当着男人的面吃光了所有食物 原来农场为了给主主捧 所以为的食物都非常高端 这让男人有些动静 为了吃肉 他决定成为主猪 但刚做好决定 突然隔壁农场的儿子来到了猪卷 他直接弄开了阿伟身上的铁铁 并且让他赶紧逃跑 虽然阿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一想到不用配种就立马跑 结果这时养猪妹刚好就在刷牙 正好撞见了逃跑的阿伟 于是直接就追了上去 但突然隔壁儿子一把抱住了养猪妹 原来他早就喜欢养猪妹多年 今天他打算强行要了养猪妹 然后嫁祸到阿伟岛上 而此时阿伟还在一路狂奔 但突然他听到了森林里的狼嚎 终于他意识到了不对劲 此时养猪妹已经被隔壁儿子按到了身下 阿伟见状立马冲了过去制服了隔壁儿 最后因为阿伟就在有空 养猪妹赐了他一条裤子和正常的食物 并且提拔他当猪卷副子 让他每天照顾老婆们的衣食起庆 等三天后让他自己选一头配 这时男人已经认命 只想赶紧生个猪子 然后让农场主放他走 虽然他会有一个难忘的黑历史 但猪妹又不会说话 反正也没人知道 结果一天他休息室 突然母猪说话 阿伟没想到猪竟然会说话 那自己配主的事情一旦报了 那他整个人就完蛋了 于是他决定跑跑 于是在第二天的家族聚会 他趁大家喝醉 偷偷溜上了车 可刚打着火就被发现了 他又被拉回去暴走 明天就是他配主的日子 农场主也给他拉了一批发情的小女 为了让母猪接受阿伟 农场主给了他们独自去深山相处的机会 阿伟抓住机会 到深山后就开始给母猪行 说让他们一定要配合自己 否则以后长大就会被做成猪肉炖 锅包肉红烧肉烤猪皮 想活命就要听他的 结果没有一头猪听他的话 但一头小母猪除外 他是阿伟的小戏 虽然是投猪 但却对阿伟暗生情 等回到农场后 他就为阿伟偷来了一个老虎 阿伟抓住机会解断了体力 然后招呼媳妇们一起偷偷上了货场 等车开远后 他让小媳妇们在车里乱跑 没一会车就发了 阿伟也趁势逃跑 结果没一会 就掉到了农场主席 他尝试了半天 发现都出不去 但就在准备任命的时候 突然一根绳子掉了下来 原来是他的小媳妇来的 在小媳妇的帮助下 他成功又爬了上来 此时阿伟十分自责 自己那么眨 小媳妇竟然对他这么好 于是他发誓 一定要把小媳妇也带出农场 等到了城市就带他吃香的喝辣 他们一起跋山射水 一起睡在一起 晚上为了不让狼群伤害小媳妇 他也亲自为小媳妇赞 但一天突然听到人声清醒 他顺着声音过语 发现竟然是农场主 钥匙之前 他一定要弹掉农场主 但因为被小媳妇感染 此时他已经变得善良 所以他把农场主救了国 而他以为农场主又要把他送到猪卷 但突然老爷子拉住了他的手 然后放到了养猪妹手 原来先前的一切 都是农场主给他的考验 现在他证明了他是善良的人 农场主就把女儿嫁给他 也把农场过去给他